這邊介紹的呢是我們在講所謂的原生動物 那原生動物呢 他基本上來講的話可以分為所謂自由生活型或者是共生型 他是我們活性汙泥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成員 可以呢來當作我們整個系統操作的一個指標 原生動物呢 他可以是單細胞 具有增合細胞的構造但是他沒有葉綠體跟細胞壁 有一些呢他具有所謂色食的構造 那我們稱為他他叫做口槽或者是口溝 他可以讓這些食物的顆粒呢進入這個口槽裡面 有一些呢他可以直接透過細胞膜來做吸收 寄生性種類的這個原生動物呢 基本上是吸取宿主的體液維生 那運動的時候可以藉由邊毛 鮮毛或者是維族的方式呢 來完成 他的生活史一般可以分為有營養生活跟所謂的包囊期 大部分呢還是以無性生殖的方法來繁殖 譬如說二分裂法 或者是呢 多數分裂 那有一些他可能具有有性生殖 但是呢都是以單套移動的配子分裂結合 或者是以交換遺傳物質以後呢 再各自進行 再分開各自進行 他的生活史 所以呢這個原生動物呢 他的一個 基本來講的話呢 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生活 那個 原生動物他的種類呢 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我們介紹的呢叫邊毛蟲類 那他是屬於呢這個叫 Mastigophora 這一種的亞門 他基本上是沒有葉綠體 他是單一或多條的邊毛 以縱向二分裂法的無性生殖 有分為自由形跟寄生形 那介紹到的這些的原生動物呢 大家來看一下 比如說追蟲 那追蟲啊或者是這個叫利舌曼 原蟲 他們呢是我們血液病原的一個寄生蟲 那另外呢這個叫Giardia 他是腸內寄生蟲可以導致兒童性的一個利脊 第三種介紹到的呢叫Trichomonas Virginalis 他是泌尿生殖系統他的寄生蟲 那另外這一種的 原生動物呢 他是白蟻體內的寄生蟲可以來消化纖維素 那有一些的科學家呢 他們就知道說像白蟻裡面呢有這些的寄生蟲 可以幫助這個白蟻呢以共生的方式呢 來消化這個纖維素 所以呢他們就去找到這樣的一個 原生動物以後想辦法把他這個纖維素的分解酵素呢 能夠把他給提煉出來 所以呢他們就可以利用這種 分解的酵素呢去做一些 木質木質素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一些的分解的動作 這邊這個圖形呢就主要是 以剛剛的鞭毛蟲 這樣的一個 那個 原生動物的形態 讓各位同學 大概知道一下 那像這個呢 就是寄生在我們的那個 泌尿道裡面的這些寄生蟲 他的一個形狀 大概是這樣子 介紹第二種呢 我們稱為叫阿米巴變形蟲類 那之前有跟同學曾經介紹過這個阿米巴變形蟲的一個特性就是 他會形成所謂的圍組來補食跟運動 那比如說像我們這邊講到的叫 Sacrodina 這一種的變形蟲 他可以靠為主來運動跟補食 以二分裂的無性生殖的方法 來進行繁殖 那代表的呢有所謂的恐蟲類 還有呢 放射蟲類 他都是海洋的原生動物 具有 碳酸鈣和細土的成分的一個外殼 大部分呢 他們都是屬於自由生活型 沒有什麼危害性 但是呢 這邊介紹到的叫 Antamobia 這一種呢 是人類的寄生蟲 其中呢是以這個 Antamobia Distolytica 他可以導致我們所謂的阿米巴性的粒疾 這個圖形呢 所顯現出來的呢 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這個變形蟲的形態 那這個變形蟲的形態呢 他就可以去生出這個所謂的維主 叫Sudo pod 那這個維主呢可以把這個食物的顆粒呢可以把它給包覆起來 然後再用他的這個 分解的酵素呢能夠把這個 顆粒 食物顆粒呢把它給分解掉 那另外一種呢我們有比較放射蟲 這一類的 他是其實是 就是有殼的阿米巴 他這個 外在的呢這個其實也可以 稱他叫做維主 那這是兩種 不太形態不太一樣的 變形蟲 第三類介紹的呢我們稱為叫做包子蟲類 他是屬於包子蟲的雅門 屬於寄生性的 他的生活史裡面呢有有性或無性的 這個生活史都會有 會產生的類似包子的細胞我們稱為叫做子包子 叫 Sporozoid 那他可以滑行來移動 那以體育為食 這裡呢介紹到的呢有所謂的 鋼地工蟲 他可以呢引起這個 那個 所謂的鑄血原蟲病 那主要是以呢貓或狗等等這一些的動物呢為主要的媒介 那另外這個有叫 Plasmodium 這一種呢他可以引起所謂的瘧疾 那主要是以蚊子為媒介 在這個地方呢 老師順便要跟各位同學呢提醒一下 很多同學呢 在家裡可能會有養一些的寵物 那這一些的寵物呢 在 飼養的過程當中呢 常常有時候會跟我們的人呢會有一些 接觸 那比如說同學會把這個貓或狗呢 把他抱起來在那邊跟他親嘴啊等等的 那其實呢這個都是蠻危險的一個動作 因為呢 這些貓或狗呢 他們的 那個 身上呢可能都會帶有這一些所謂的寄生蟲存在 所以呢常常有一些 那個 飼主呢 到後來呢 發現他們生病之後呢 通常他們都可能是因為有這一些 從寵物身上說 那個引過來的這些寄生蟲呢造成他們生病 所以呢 這個同學你們自己平常的時候養寵物的時候呢 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的呢 就是我們在講的這個包子蟲的一個寄生蟲的這個形狀 那 他們呢基本上來講的話是沒有什麼運動的一個包氣存在 那 不過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到他事實上他也有一個像嘴巴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口的一個構造在這邊 然後呢 那個 在 吃完東西之後呢 他在這個裡面他也可以去形成這個所謂的食物的一帕 那當然又包括其他像內質網立腺體 等等這樣的一些的基本的構造在他們的體內因為他們是真核的生物 第四類呢介紹的呢是所謂的鮮毛蟲類 那這個鮮毛蟲類呢 我們之前有提過這個原生動物裡面的運動速度最快的就是鮮毛蟲類的 那那個 他其實呢是屬於叫做 Celiofora這一門的 他具有鮮毛來運動 經過口供的攝食食物進去形成液泡 可以呢形成那個包囊 細胞裡面呢具有大跟小的細胞核 其中小核跟結合的 結合的生殖呢大概是有關係 大部分是以 二分裂無性生殖 那大部分呢他們都是自由生活型因為他們的運動速度很快 所以他 就是不會以寄生的方式 那他們在攝食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 就是用他們的鮮毛呢很快的可以去跟這個 找到這些食物的來源 所以這個就是 自由生活型的是比較多 那這個鮮毛蟲裡面呢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大家以前可能會聽過的叫草鋁蟲 Pyramysium 他的形狀就是有點像我們的拖鞋的形狀 那另外呢有這個叫做 Vorticella 他其實呢就是我們講說 那個中型蟲 他是類似道中的一個形狀 那在這個 中口就是他的那個口氣的部分呢 他很多的鮮毛 可以幫助他呢 在 那個 射死的時候呢 利用這些鮮毛 造成的這個水流呢 把這些食物顆粒把它弄到他們的 那個身體裡面 那 唯一寄生型的這個鮮毛蟲 我們稱為叫做大腸鮮毛蟲 那這個可以導致我們人類的利己 這就是呢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鮮毛蟲 同學可以看得到 在他的這個外圍呢 有很多的這些的鮮毛的存在 有這些鮮毛的存在 所以當這些鮮毛在做擺動的時候呢 就可以幫助這一個菌 這一個微生物呢 他可以很快的來運動 那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他們這些的原生動物生活在水中 所以呢 有一些的原生動物裡面呢 大概都會有所謂的伸縮泡 這樣的一個動 一個 構造 幫助他們嘛 多餘的水分呢 能夠排除到體外 那這邊的這個圖形呢 是在講說這個叫 Dynium 這種的細胞正在吞噬草鯉蟲的這個 整個的一個過程 那這順便給各位同學參考 現在介紹的呢 是我們的真菌 Bongi 真菌呢 它的種類非常的多 那我們可以分為呢 微小的真菌 比如說像霉菌 還有呢 大型的真菌 大型的真菌 像我們一般吃的這個香菇 洋菇 蜿類等等 都是屬於大型的 通常呢 它們都是以 耗氧的 易營的方式呢 存在 那大概在所有的真菌裡面呢 僅有所謂的酵母菌 它可以生活在 營養下 那這個酵母菌就是我們一般在 酿酒的時候呢 最常使用的這個 菌種 那真菌呢 它是沒有葉綠體 它不會行光合作用 它的細胞 酵母菌呢 是多糖類的纖維結構 主要是纖維素跟極丁質 纖維素跟極丁質 那酵菌的菌體呢 我們稱為叫做葉狀體 Phylus 它是由呢 菌絲體 Mycelium 還有呢 包子 Sport 所組成的 菌絲體呢 它是很多的菌絲聚集的一個位置 那菌絲呢 Hypha 它呢 是含真核細胞的包氣 它的形態可以分為 沒有橫格的菌絲 就是那個菌絲上面它是沒有格子的 或者是有橫格的菌絲 等一下我們看圖可以知道 那以功能來講的話呢 它又可以分為有所謂的營養菌絲 跟所謂的生殖菌絲 那 那個 包子 它是在我們的梅菌生殖裡面呢 它又可以分為呢 有性包子跟所謂的無性的包子 好這是由 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玉米的那個 製 病的這個 增菌呢 去把它給分離出來 那我們這個電子掃描 電子顯微鏡掃描出來的呢 它 是有很多的菌絲體 來 可以看得到他們那個菌絲 交互纏結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 這個菌絲呢 它的基本的構造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所謂的沒有橫格 跟有橫格跟有橫格的 像這一種的呢 就是沒有橫格的菌絲 沒有橫格的菌絲 那這一個呢 因為它這邊有橫格 所以我們這個就知道它是屬於有橫格的菌絲 那 有橫格的菌絲像我們講的那個青霉菌 Penicillin 那這個 為代表 那另外這個呢 沒有橫格的菌絲呢 我們以 Risopus 來跟同學 介紹 當作代表 增菌它的生殖的方式呢 可以分為有所謂的無性生殖 跟有性生殖 那無性生殖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它並沒有涉及所謂的細胞融合 有細胞或者是有性器官的生殖的過程 一般來講呢 它也是有分為所謂的二分裂法 出芽生殖法 斷片生殖法 或者是形成孢子 那這個形成的孢子的方式呢 有所謂的孢子囊的孢子 那孢子是存在孢子囊裡面呢 那比較典型的我們這個剛剛看講過的那個Risopus 如果是以分生孢子的 方式呢 它是由分生孢子餅的頂端產生成鏈狀的孢子 那比如說像我們剛剛介紹的Penicillin 還有Aspirgillus 大概都是屬於這一種所謂分生孢子的 生殖方式 好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的呢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有孢子囊的孢子 孢子囊的孢子 他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這些孢子呢包覆在這個孢子囊裡面 那另外如果是以分生孢子來講的話呢 這邊的種類其實還分的蠻多的 包括所謂的什麼關節孢子啦 後膜孢子 牙生孢子啦 大分生孢子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孔孢子 那重點就是說 他們呢就是在這個末端的地方呢 他們會去讓這些孢子呢 形成一個一個 像這個是形成鏈狀的結構 所以呢 每次這些的孢子這樣脫落下來以後他又可以重新的再長成菌竹 那其他的呢大概 像關節孢子的話他就是一節一節的那一節掉下來 其實他就是類似有點像孢子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呢 以上呢是跟各位同學大概介紹一下 他們那個 真菌呢以無性生殖 的方法來繁殖的時候呢 大概有這兩種 真菌的有性生殖呢 主要呢 大概有分為這三種 有結合孢子 zygospore 紫囊孢子 所謂 asco spore 還有蛋孢子 basidio spore 結合孢子呢 他是由不同的菌株 不同的菌株的有性菌屍體 接觸以後呢 進行所謂原生殖的融合 形成呢 閉後而且具有雙套染色體 雙套染色體的 結合孢 結合孢子 像 Risopus 還有呢 Alomyc 這一種的話呢 大概都是以結合孢子的方式來進行 第二種介紹的呢 叫 有性生殖的方式呢 我們稱為叫紫囊孢子 asco spore 那是兩個有 有性 有性器官的融合呢 形成的雙套的染色體 那它可以形成像紫囊的形狀 最後呢 以減數分裂 來成八個單套的孢子 那代表的菌株呢 包括像我們講的這個酵母菌 Sacromyc 大概呢 都是用紫囊孢子的方式來進行 第三類呢 我們稱為叫蛋包子 Pasidio spore 它是形成在磅狀的細胞的外部 有兩性生 有兩性的器官融合成雙套的染色體 細胞呢 形成像蛋子 所以呢 最後它會進行減數分裂 形成了四個 四個單套的蛋包子 像我們的羊菇 就是我們講的mushroom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在跟同學 介紹這個所謂的有性生殖的部分 第一種呢 先 圖形呢 第一個先介紹到的是屬於結合包子的部分 那 同學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結合包子呢 當它這些包子呢 掉落下來之後呢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 那個麵包上面呢 開始去生長 它會長出菌絲 然後這個兩個不同的菌絲呢 它就會互相呢 去互相結合 形成我們所謂的核子 Zygo 這樣的一個結構 然後呢 形成這個 Zygo以後呢 它成熟以後呢 注意這裡會進行所謂的 減數分裂 那簡單來講 這裡我們稱為叫 2N就是所謂的雙 雙套的染色底 經過減數分裂以後 它就會變成N 就是單套染色底 然後呢它又重新的再去 生長 再去繁殖 那就會進行這樣的一個 循環的動作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簡單的把它 劃分一下呢 這邊 所謂無性生殖的時代 這邊呢 是我們所謂的有性生殖的階段 這邊介紹的呢 是我們講所謂的 子囊包子 形成的一個過程 那可以看得到說 它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所謂的子實體 那在子實體裡面呢 就有我們的 這一些所謂的子囊 這些的包子呢 他們可以呢 在這個間段的地方 可以去形成 所謂的子囊包子 然後等它掉下來以後呢 它又可以重新再去長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所以同學可以注意到 它不同的這些 那個 特性的這些的 菌絲呢 它一樣的 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會去形成所謂的 那個 有性生殖的部分 所以呢 像這個紅色的部分 我們稱為叫雌性的器官 那藍色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把它歸納在雄性的器官 那意思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它事實上是兩種不同的菌絲呢 去進行結合 合成的 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講所謂的 子囊包子的部分 這裡介紹到的呢 就是我們在講的 所謂的 蛋子包子的 這個 這一類的 症菌 那 以我們的 那個 那個 羊菇 香菇 這一些 遜啊 來講的話 這個 香菇長出來以後 在這個下面 這裡有所謂的遜者 然後呢 我們的包子 大概都是聚在這個遜者裡面 所以它把它放大以後 就是大概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 它是 這個包子掉下來之後呢 事實上這個包子呢 他們彼此之間的 它可以去 形成這個 所謂的 融合的這個包子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形成了 變成是雙背的 那個 雙背體的細胞 然後雙背體的細胞 它會再去進行 所謂的 減速分裂 變成有四個 單套的 所以這個地方 它是兩套的 那到這個地方 經過減速以後呢 減速分裂以後呢 它又變成是單套的 然後單套的這個 包子掉下來之後呢 它就會再去進行 這個所謂的那個 香菇生長的 這個整個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我們稱為 叫做 蛋子包子的 這一種的 方式 這個真菌呢 它的 主要的種類呢 事實上真菌可以分為有兩個亞界 叫做 Maxomycota 還有呢 叫Umycota 這兩種的 那個 雅門 那 第一種的呢 我們稱為叫做黏黴菌 叫Slime Mold 那第二種的呢 我們是稱為真正的真菌 叫Umycota 那如果我們依它的有性生殖的方式 事實上我們又可以把它分為有四大 種類 那第一種的呢 我們稱為叫做 Zycomycotina 這一種的叫結合菌門 那 它的基本上它是形成有性的結合包子 無性的包子大部分呢 都是以包子男包子 那菌絲是沒有橫隔 都屬於輔生菌 那比較常見的呢 可以看得到有根黴菌鼠 白黴菌鼠 跟水生黴菌 那 這個呢 像根黴菌鼠 叫Risopus 這個大概是長在 那個麵包上面 比較多的 那白黴菌鼠呢 Mucor 它是生活在土壤裡面的 水生 黴菌呢 像Alacomyces 還有呢 Saprolegria 這兩種 大概是生活在水中 比較多的 用有性生子的第2個分類的呢 我們稱為叫 Acecomycotina 這一種的子囊菌門 有性生子的方式呢 大部分是形成子囊 或者是子囊包子 沒有 無性生子的大部分都是屬於分身包子 那菌絲是有橫隔而且帶小孔 那代表的呢 有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青梅菌 Penicillin 可以產生抗生素的 還有呢 橘菌鼠 Acepergillus 可以用在食品發酵工業 像我們在講的那個 紅麴啊 什麼麴的啊 大概都是屬於這一種 再來呢 所謂的酵母菌鼠 Sacromyc 可以用在麵包跟酒的發酵上面 那其他植物動物的一些病原菌 比如說有所謂的 組織包漿菌鼠 Histoplasma 還有呢 小牙包的 鹹菌鼠 叫 Microsporum 那這一些的話呢 可能就是我們動植物的一些的病原菌 第三種呢我們稱為叫做 Basidium micotina 稱為叫做 蛋子菌 菌門 那他可以形成這個蛋子 還有呢 蛋包子的方式來進行有性生子 或者是無性生子 那無性生子呢 大部分是 變成分生包子不完全的 那個 分生包子的結構 那有不完全的這個橫河菌死 比如說像我們的羊菇 來為主 或者是呢 還有新型的引球菌 這一種為主 第四種的呢 我們稱為叫做 Duteromycotina 中文翻譯叫做 不完全 真菌門 那 這個 不完全真菌門呢 他的特性就是 他不生成有性包子的真菌 那 無性生子呢 基本上有分生包子 後臂包子 還有牙身包子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屬於 辅生菌 那 有我們講的所謂的 粗球霉菌 或者是呢 白色念珠菌 等等 這一類的 都是屬於這種 不完全 真菌門 現在呢 接著來介紹這個病毒 那病毒呢 他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他沒有辦法 在自然界裡面的 單獨存在 所以呢 他通常都是要行所謂的寄生 而且是絕對的包內的寄生 那你如果沒有寄生的話呢 這個病毒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去進行 分裂繁殖的 他是一個大而複雜的分子顆粒 有結晶狀 又稱為叫病毒體 那這個病毒體呢 基本上他裡面含有核酸跟蛋白質 那少數有脂質跟糖類 那中心的有核酸外面的 外包那個蛋白質的一殼 我們稱為叫 Capsic 那我有外圍的風套 稱為叫Envelope 那他在這個寄生的過程當中呢 他增值的步驟呢 第一個動作是先附著 附著在細胞上面 然後呢想辦法把他的 核酸 讓他侵入到我們的那個 寄生的這個細菌裡面 叫侵入 然後呢侵入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控制這一個 寄生的細胞 然後讓他呢 開始替他製造他要的 這些病毒的 這些的構造 去進行他的這個染色體 以核酸的複製了 那複製完了以後呢 他就會開始去 進行他要去 那個 產生這個病毒他要的 這些的構造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他就會開始變成熟了 然後呢等他成熟把這些 病毒的東西呢 全部都包裝好了之後呢 最後 又以完整的病毒再重新釋出 釋出之後呢 他又重複 又可以開始重複 這樣的一個動作 開始再去做附著 進入複製 成熟 然後再釋出 所以他是一個循環的一個 不斷循環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病毒呢 在我們的 一般的生活裡面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像流行性感冒啦 肝炎啦 天花啦 麻疹啦 燈格熱啊 艾滋病等等 都是其實都是病毒 在農業上面來講的 像稻草的萎縮病啊 番茄的壞死病等等 也都是因為病毒所引起的 這個地方呢 接著跟大家介紹 是病毒的一般的構造有哪些 那這個 最簡單的這個病毒 我們稱為叫做裸病毒 那這個裸病毒呢 它是幾核形狀的外殼 包裹這個核酸 我們稱為叫核一殼 那套膜的病毒呢 它的 核一殼呢 又有被一個彈性的這個套膜來包住 就是我們講的 那這個套膜呢 基本上有很多的突出物呢 可以當作是一個接收器 那所謂的接收器 簡單來講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跟 它要寄生的這個細胞的表面的這個 那個 一部分的接收器能夠互相吻合 然後幫助這個病毒呢 可以直接呢 附著在這個寄生的細胞上面 那在這個我們一般的病毒裡面 曾經有提到說 它其實很重要的兩個基本的構造 第一個就是它的核酸 第二個就是它的所謂的那個 蛋白質的這個成分 那可能蛋白質它會構成 這個所謂的它那個 風套外套 或者是衣殼這樣的部分 所以呢 這個病毒呢 這個病毒呢 一旦它感染到這個寄生的細胞之後呢 它就是會想辦法把它的這個核酸 讓它進入到這個寄生的細胞裡面 然後呢 再進而進一步的 去控制這個細胞它的活動 讓它來 為病毒所用 那這裡呢 介紹另外一類的病毒的形狀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螺旋狀的病毒 那這個 螺旋狀的病毒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它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這個它的核酸呢 把它包裹進來 那這個就是它的外面所謂的 依殼粒 然後 把這個包裝起來以後呢 它就可以呢 形成這個 我們這個 一個 螺旋狀的病毒 這樣的一個 結果 那這裡呢 跟各位同學介紹的呢 大概就是 有幾類 幾類比較常見到的一些病毒的一個形狀來講 那 這個呢 就給各位同學呢 那個 大家 自己來當作是一個 參考 那像我們在講的說像這個 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 它是屬於大概這一種形狀的 艾滋病毒 大概是屬於這一種的 所謂正二十面體的一個外殼的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所以呢 這個 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可以自己稍微再 看一下 這邊 跟大家介紹到的呢 就是我們整個病毒呢 它如何去 完成它的整個生活史 那我們現在從正中間這個地方來看 這個 它是以這個所謂的 氏菌體 然後呢 它的宿主呢 就是所謂的大腸桿菌 那在這個地方呢 當這個氏菌體 其實它就是一種的病毒 當它 附著在這個大腸桿菌上面之後呢 它就會想辦法呢 讓它呢 把這個 它的 遺傳的物質就是病毒的那個 核酸呢 想辦法讓它進到細胞裡面 那注意紅色的這個地方是大腸 桿菌原有的 那個 核酸的部分 然後呢 當它這個核酸的部分 這個 病毒的核酸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去開始控制這個 細菌的核酸 然後呢 讓這個細菌呢 開始去 替病毒 製造 病毒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進來之後呢 它這個細菌就被控制著 去製造了這個 所謂病毒的 核酸 然後呢 這些核酸製造完了之後 接著它會去製造這些病毒呢 所有它要組裝的部分 包括像上面的這個顆粒啦 或者是它要去 附著的這一些的角啊 那就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把它給 製造出這一些 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蛋白 蛋白的 所謂的零件好了 然後這些零件的 將來它就會呢 再進一步的去組裝 那組裝出來 它並不是細菌的東西 而是病毒的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個 這個氏菌體呢 又把它組裝成功了 組裝完了之後呢 接著它就會呢 把這個細胞打破 然後釋出這些氏菌體 再進一步的呢 再去感染這些 所謂新的 宿主 然後呢 又開始就重複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因為它呢 會直接讓這個 整個細胞呢 死亡 所以這一種的呢 我們稱為叫 Eclipse Face 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東西呢 會把它侵占 讓它整個破壞掉 那另外一種呢 病毒它有可能會造成的方式呢 就是 在這個地方 一樣的 病毒它 感染的這個細胞以後呢 它可以把它的核酸 打進去這個細胞裡面 但是呢 它這一個病毒呢 病毒的這個核酸呢 它反而會跟這個細菌的核酸呢 會結合在一起 那結合在一起以後呢 它就是讓 用這樣的方式呢 讓病毒的這個核酸呢 能夠隱藏在細胞裡面 可是這個地方呢 它並沒有讓這個細胞死亡 它只是跟著這個細胞 一直不斷的去進行 它的分裂的過程 然後呢 等到它這個 周期 就是說 它覺得 實際到了 然後呢 它又可以的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動作呢 再繼續去做這個所謂的 Eclipse 就是 讓這個細胞會破壞掉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的 再繼續去進行 所以呢 這個概念呢 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 有時候呢 常常我們的生病的時候 尤其是被病毒感染之後 為什麼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好像那個 病呢 又會重新再復發 那 根據科學家他們的研究 有可能就是這個病毒呢 是以這個所謂 所謂的 潛容器 英文叫做 Lysogenic phase 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存在 所以呢 它 當它 跟我們的這個細胞的 核酸的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隱藏在我們的核酸的 複製過程當中 跟著我們的細胞一直不斷的在複製 可是等實際到了 它又會開始去展現 它病毒這樣的一個 溶解的這個功能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在講這個病毒呢 它的整個生活史裡面呢 大概可以分為有這兩個部分 但